發開資訊台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有線新聞 我是劉天盈 為香港摘下今屆奧運 首面金牌的江文慧回香港 機場有大批支持者夾到歡迎 他感謝港人、家人和團隊支持 說自己仍然未規劃未來運動員生涯 希望市民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 張凱元報導 江文慧手持花束 同隊友陳樂施 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海旋回歸 展示香港歷里低三面奧運金牌 摘機大堂逼滿支持者 連上層離港大堂的人都停下 一倒劍後風彩 今天回來可以見到這麼多人 我不知道是剛巧在這裡還是故意過來 辛苦你們 很感動 還有希望大家 開心 我要買禮物給我的團隊 教練 我的屁股 我的屁股 然後 還有 我好想將成立一個條件的基金 或者一個社會的社企 去幫助小朋友 分享這個喜悅 在巴黎大王公刺出關鍵一劍 站上奧運頒獎台的最高點 未來是否要繼續征戰 江文慧說還未考慮 我現在都覺得這屆奧運好像未完 好像我第二天還要起床訓練比賽 所以我再真實一點才想 他有希望市民 不要只是用獎牌 衡量運動員的付出 要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 我們有很多師姐 師兄是很多付出 還有真的憑他們對這個運動的熱愛 比我們現在的資源 很多很多時候 都會這麼努力去為香港 去拿這麼多好成績 令我們這一輩有這麼多資源 可以去追我們的夢想 所以要很多謝他們 我覺得在香港做運動員很幸福 特別是劍擊運動員 所以我都希望所有運動都可以 運動的運動員都這麼幸福 除了想快點跟家人分享喜悅 還有一件事 現在終於可以做了 我很想滑雪 因為以前一直都怕弄傷膝蓋 但我現在可以想想可能去滑少少雪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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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早上回到香港 有線新聞 張凱原報道 港隊女飛魚 何思培 在下一城 在奧運女子 100米自由泳 拿銅牌 是她個人 金牌第二面獎牌 林沛文在巴黎報道 總成績首名入決賽 何思培有第四線 反應時間 0.67秒 前半程盡力快放 轉持時間25秒09排第二 落後侯思基0.03秒 200米自由泳 拿到銅牌之後 今屆最後一場個人賽 最後50米的競爭激烈 何思培被世界紀錄保持者 思祖堂超前 最終思祖堂以52秒16奪金 侯思基第二 何思培游出52秒33 拿到銅牌 拿到今屆第二面獎牌 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我知道我為了這個比賽 過去幾年的訓練 是比準備東京是更加激烈 就是訓練的時間 中速啊游的距離 全部都是比之前更加多的 尤其是當你越來越老 其實身體的恢復力是越來越差的 我是很享受訓練 很享受游泳比賽的經驗 所以 是辛苦 我也覺得很值得 東京之後 我也有想過退役 因為我想確實 如果我真的 是go for cares的話 我一可以繼續improve 二我會好好享受 三年訓練的經歷 我現在可以很肯定地說 我完全沒有 regret 繼續游 何思培兩屆奧運兩銀兩銅合共四面獎牌 是獲得最多奧運獎牌的香港運動員 他之後還會跟隊友合作出戰女子 4成100米運合泳接力 有線新聞 林沛民在法國巴黎報道 行政長官李家超 祝賀何思培澤童 李家超說 何思培在今屆奧運會 一直保持高水準表現 面對世界各地頂尖選手 仍然毫不畏懼 如今在下一城 締造佳織 他和全港市民都以何思培為榮 李家超又肯定和感謝 所有香港運動員 在巴黎奧運的努力和付出 在賽場不論結果 全力以赴擱展所長 支持和讚揚他們 不屈不撓的專業態度和體育精神 令他和香港人都引以為傲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社交平台說 何思培成為 拿到最多奧運獎牌的港隊建議 再一次為本港游泳界 以致整個體壇 製造 嬌人歷史 他和廣大市民都引以為榮 他又說 國家隊和港隊一直揭盡所能力創佳織 在奧運競技場上 說好中國故事 說好香港故事 會繼續為他們打氣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亦恭賀何思培 在下一城拿銅牌 盡顯過人實力 為他感到自豪 中國的潘展諾 在奧運男子100米自由泳 打破世界紀錄奪金 決賽由第四線 19歲的潘展諾 日前在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 分段時間游出46秒92 打破奧運紀錄 來到個人項目延續好表現 半程已經拉開 尾段拋離大約一個身位 最終以46秒4 守名點詞 將自己在2月做出的世界紀錄 推前0.4秒 贏得個人首面奧運金牌 亦是中國今屆游泳第一金 澳洲和羅馬尼亞運手 分別贏得銀牌以及銅牌 其他奧運消息 我們下一節再看 現在轉看看 聯儲局一如預期維持利率不變 主席鮑威爾說 9月可能減息 強調任何政策決定 和政治因素無關 劉家法報導 聯儲局一如預期 在利率方面未有任何改動 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 維持在5.25至5.5厘不變 是連續第八次按迫不動 主席鮑威爾說 距離減息越來越近 若果數據支持 9月會議會討論 但目前並沒有考慮減息50個基點 鮑威爾說 減息決定一切取決於數據 聯儲局必須衡量太早或太遲行動的風險 他又說9月是否減息和政治因素無關 在美國大選前 在美國大選前期間或之後 任何政策決定都基於數據和風險平衡 絕不會根據尚未出現的選舉結果來制定 有線新聞劉甲發報道 日元見四個半月高位 日本股市受壓 日經平均指數跌超過1000點 日本央行信日加星同宣布削減買債計劃 刺激日元匯價做好 日元轉強至148對1美元水平是4個半月高位 每百日元對港元升穿5點二算 另外日本財務省公布 6月27日至今星期一 日本動用超過55,000億日元干預會市 看看最新的金融行程 恒指最新是報17,305點跌39點 其指方面 8月報17,309點跌40點 9月報17,252點跌47點 成交超過25,000張 恒生科技指數報3475點跌41點 看十大匯約港股造價 騰訊控股升4元 恒生中國企業跌2.8元 阿里巴巴跌3毫 美團跌1毫 中國海洋石油升2毫 盈富基金跌1毫 有幫保險升1毫半 匯豐控股跌5毫 京東集團跌4.3毫 小米集團跌2毫 其他新聞 美工盤中鋼上半年收益增額 按年升超過52 有20億7,000萬美元 經調整物業Ebitda升超過57 至5億9,500萬美元 單計第二季 收益增超過37 娛樂場所收益升3,3 經調整物業Ebitda創新高 升超過4成至2億9,000萬美元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出席全國非裔記者協會活動 質疑副總統賀錦麗淡化自己的非裔身份 白宮批評是無辱 首批F-16戰機混底烏克蘭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 基庫在7月底交付限期間滿前 接收第一批第四代美國製造的F-16戰機 有華府官員證實消息 烏克蘭預計未來將國荷蘭、丹麥等 提供至少79架戰機 烏軍也會接受培訓 烏克蘭總統賀錦斯基曾多次公開呼籲西方提供F-16戰機 美國總統拜登去年5月終於開綠燈 相隔超過一年 幾乎終於獲交付戰機 休息回來有其他新聞 稍後見 回來新聞時間 政府一直推廣母乳餵捕 不過去年公立醫院住院期間 全母乳餵捕率仍然低過兩成 醫院現時有一系列支援孕婦 和新生嬰兒媽媽的措施 鼓勵他們持續餵捕母乳 莫書猛報道 那時我記得看過一個資料 如果去到六個月 就是全母乳 六個月 大概去到九個月左右 都是最關鍵的那個時候 那時我就決定了好 Juliana是五個小朋友的媽媽 自頭一胎開始 她就選擇全母乳餵捕 一份堅持 令她五個小朋友 都得到來自媽媽最天然的營養 無論如何我們就堅持去到九個月 去到九個月之後的每一天 我都覺得是行就行 不行就算了 後來其實頭三個都是超過了九個月 最後那兩個因為近COVID的時候 甚至那時比較有空在家 就餵到一年 世衛組織以致特區政府 都一直推廣母乳餵捕 在去年公立醫院住院期間 只有近兩成的媽媽 可以完成全母乳餵捕 婦產科醫生說媽媽得不到支持 加上受部分奶粉廣告陳述的影響 母乳餵捕就很難持續 為了鼓勵母乳餵捕 百間設有婦產科的公立醫院 都有愛應措施 包括給媽媽自由活動 自己選擇生產體位 如果情況許可 更加可以給媽媽自行調節飲食 以及介紹一些非藥物性的減痛方法 以廣華醫院為例 設有母乳餵捕小組 跟進有暴雨困難的個案 也設有電話熱線 解答媽媽的疑問 醫管局年底前成立香港母乳庫 明年首季會投入服務 預料每年會收集1000公升的母乳 可以給450至600名極早產嬰兒受惠 捐贈者要先驗血和做身體檢查 確保母乳質素 有线新聞惡舒曼報道 反映內地中小企營商活動的 財新中國製造業PMI 9個月以來再度跌至收縮區間 表現遠差過預期 PMI由6月的大約兩年高位 回落至7月的49.8 遠差過預期 指數跌穿50 反映製造業商業活動處於收縮區間 期內新訂單指數去年8月以來 首次跌入收縮區間 當中投資和中間類別新訂單量都下降 消費品就維持增長 根據調查 企業認為需求疲弱 令新接業務總量下降 外需維持增長但增速放緩 編制的財新智庫認為 穩經濟、蓄內需、增就業的政策要繼續加力 美國國防部說 被控策劃911恐怖襲擊的三個疑犯 已經同意認罪協議 案件主毛穆罕默德 與另外兩個同謀 自2003年起 一直囚禁在古巴 關塔那摩灣的美國海軍基地 但沒有接受審判 國防部官員說 三人已經同意認罪 可能以終身監禁換取撤銷死刑 但沒有公開協議條款 紐約時報報道 三人最快下星期上庭答辩 報道說 包括穆罕默德在內 五個在關塔那摩灣的疑犯 曾經在去年9月尋求不被單獨囚禁 並可以獲得創傷治療 但被總統拜登政府拒絕 再有半島電視台記者 在加沙北部死於義軍空襲 加沙城一輛汽車被炮火擊中 民眾合力救人 車上三人 包括半島電視台的記者和攝影師 以及一個兒童 他們當時正在加沙城 一個難民營直播 那裡也是在伊朗遇遇身亡的 哈馬斯領袖哈尼亞出生的地方 有人情緒激動 手持遇害記者的背心 形容是傳媒的身份證 大批記者舉起新聞工作者的標誌 向遇難者致哀 半島電視台譴責 義軍針對傳媒施責 奧運遠無球混雙 港隊的鄧俊文借影船 不敵南韓組合 八強止暴 公禮聖福堂 白衣的鄧借貝分組賽最後一場輸了給日本的杜邊勇大和東野有沙 次名出線 八強斗勢錦賽冠軍 徐承載和賽又定 首局輸15比21 謝影雪說 奧運前一個月受傷害困擾 試過哭著向伊桑求救 好感恩最後成功再戰奧運 享受每一場比賽 這隊港隊組合第二局一到落後1比8 咬緊牙關 1分1分力追 上屆歷史勝打入4強 獎牌夢最終飲恨 1分力追 輸多局10比21 局數0比2 拍檔最後一次奧運之旅以八強壯結 情緒激動 過去一個月 我在球場可能每天都會哭 他受了我很多 可能他身邊的人都 每天 可能我一個月之前 可能連 我摺牙膏都摺不到 梳頭梳不到 到我今天可以完成這個奧運 很感謝所有後面的 很感謝俊文 他一直我練動的時候 他很盡力做好自己 就是沒有怪我受傷 或者沒有怪我病 所以 我很感謝他一直都堅持 作為運動員 由傷了要好 或者是你要去打一個很高的水平 其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他還要是經歷過幾次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很感謝他 真的每一次都沒有放棄 真的很辛苦 去做回復活 所以很感謝他 如果不是遇到他 可能未必有現在的鄧舟貝 或者現在的鄧舟民 油市新聞 高毅成報道 繁船49ers 航夢 港隊的阿輝 長健 總成績第20名完成 泛國南部的馬賽上演 鬥12場初賽 扣減最差一場 計總成績 前十進新獎牌賽 鬥快完成兩圈再衝線 風速大約9海里 首次出戰奧運的阿輝 長健 第11場 做出最好成績 第9名衝線 總成績172 第20名完成 滑浪風帆方面 港隊的鄭清賢 第7場守名過終點 總成績升上第9 馬君正就排第12 乒乒女丹32強 上演華孫大戰 盧三寶61歲 球首毅夏蓮 輸給小他38歲 中國的孫詠沙 林沛文在巴黎報道 他好棒好棒 我很興奮 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想打得好一點 我想打得精彩一點 所以萬一我能夠打到一個好球 我希望大家都享受 這是我的樂趣 或者是我的最大的心願 打了乒乓球五十幾年 毅夏蓮說 這行運動早已融入了他的西北 不過現階段 家庭更加重要 有線新聞 林沛文在法國巴黎報道 看完天氣 部份時間有陽光 有一輪震驟雨 日間炎熱 吹和混南至西南風 未來幾日漸轉天晴 日間持續酷熱 部份地區最高氣溫 達34度或以上 接著看來近幾日的天氣預報 是 到達310月uf 最高氣溫 到達570年 去路一切 去路一山 自洛五十四 這次 人 走 去路一山 走 去路一山 路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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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